大雨来的快又急 街道成河流 住家变汪洋 居民紧急撤退 安置在五级珍珠国校 志工师冒雨前来 送上关怀 是多少的数量 让我们才可以 有这个数字来去 民间组织也都动了起来 各式各样的资源陆续送到 为避免资源重复 志工先向当地官员 了解灾民所需 开始的那些实施机构 他们就组织方面没有这样抢 所以这边他们就 就不知道 他们就是去买自己 认为需要的东西 然后当下我们是看到 他们真的是很欠缺的 是背 还有就是热水 就是需要热饮料 所以当我们在过后 再跟这个Jakian官员 还有这个村长他们确认 他们说当下他们没有办法 找到这个热水器 所以我们很快的师兄姐 我们就联系了志工 然后八点多的时候 这个热水机 它就已经抵达这个现场了 准备了足够的物资 志工再次来到收容中心 将最需要的物资送上 也传达了最真实的祝福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谢谢啊